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继续在讲联想 这个联想这个事 实际上确实也该到了总结总结 因为我们前边做了60多集视频 现在这一集已经到了第70集了 其实每一集讲它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你说要串起来 其实你串起来的时候 其实好多人 实际上它是什么呢 我们讲的是一个很长的逻辑链的事 也就是说这么很长的这个逻辑链 到底是什么把这事说清楚 然后人家想反驳你的时候 他不是说从一个长的逻辑链来考虑 他有的时候是什么 是揪你一点不及其余 甚至这一点都揪不着 他弄你一个其他事来否定你 现在呢 当前面不是想否定你说 咱不够专业嘛对吧 其实我说了嘛 你就是资深村民 就跟你那个戳破这个皇帝的新衣的小男孩一样 至于你怎么去认识这件事 大家都会有所判断 不是讲你这个指责他人有多权威 你要讲权威的话 咱能有柳传志权威吗 对吧 咱们学校这事讲什么 讲逻辑对吧 你再权威你也比不上人家那个联想这个柳传志就这么样子的有江湖地位对吧 你说你是什么家你是什么什么的咱肯定也不行对吧 所以咱们就讲逻辑是什么 其实这个事呢 为什么这一期要讲这个于公于私于左于右 联想都说不清楚 其实要这个司马南对联想的指责呢 他更多的是在左的方面 他讲的国有资产不能流失 他这是坚持左的方面 坚持公的方面 其实呢 我说联想的是在右的方面 是私的方面 也就是说对于联想 来讲像尼光南这样带着科技来 这样的创始人 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就应该让像这种有科技创造的人先富起来 你这样有科技创造的人来 然后呢 你被这些公权力给搞了 对吧 你公权力给扫地出门了 然后呢 公权力呢 是什么呢 是顶着尼光南的这些的发明 顶着尼光南的这些贡献 然后呢 这些公权力的腐败分子 再从国家那儿 要到了足够的好处 就是说你要是说正常的啊 你现在看一下股权激励 现在股权激励 你一个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给这些高管才多少啊 凭什么你高管拿这么高的工资 同时有这么大的分红权呢 那实际上是什么呢 因为你原来这是个红帽子企业 原来的话呢 是个就是私人的 然后呢 在公家呢 给他提供了资讯 给他提供了呢 各种政策上的便利 以及的政策的套利的机会 他做大了 所以这个企业的话呢 私人有比较高的份额 是应该的 所以我呢 是反对极左的 所以这件事啊 那个在司马南开始质疑联想的时候 其实联想呢 还召集了很多的所谓的企业家 实际上这些企业家们呢 支持的就意味着什么呢 说这司马南又要搞国进民退 要把民营企业家如何如何了 对民营企业家的创造 要历史清算 要清算原罪什么等等等等 这样我就说了 这不是原罪 这就是罪 是啊 柳传志呢 就是公权力 他就是所长 这个事是咱们挖出来的 他就是所长 他原来把这所长都不写了 各处藏起来了 我们现在就挖出来 他就是当了所长 他用的这种所长的公权力 把尼光南赶走的 就是尼光南离开联想 不是说你这个公司的事 是你这个所长的事 是公权力把人赶走了 然后呢 把人在这个里头的各种投入呢 全都清零了 对吧 至于呢 你后来说 尼光南可能有人也在攻击 说尼光南他也不好 他后来好像干了一个芯片项目 好像也失败什么等等 你再怎么说这事的话呢 人家在这里头原来的创业 原来的投入 原来带来的这些收益 你都不能抹杀说不该给他 对吧 他自己后来的话呢 就算他尼光南 后来呢 干啥都失败 也不能说不给他 对吧 所以我说的是什么 是于私的方面 我们说的是右 不是左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事呢 于左于右 实际上他呢 都是圆不了的 等于是那个联想呢 把事给做绝了 就是说呢 你做的很齐火 这就是说 你那话呢 很多像民营企业家 你说的有点原罪吧 那个原罪呢 可能就是当时呢 对那些极左的一些事 有点践踏 或者呢 你呢 干了点想发财的 什么一些特别的事呢 搞了点急右 对吧 那个现在是什么呢 你是联想是左右的 而且是什么呢 是一个前后的悖论 就是说 你要是说这个公司 没有私人的成分 那么马上就会问你 你这个凭什么 你一下子员工 拿这么高的比例 在当年没有的时候 你要是说 这个公司的话呢 有这个成分 那么这个事有的成分 其实已经很清楚 当时的创造 就是尼光南的 像这个事出来了以后 你看为什么很多 民营企业家 也就不支持这个 刘传志了 因为这个民营企业家 最恨的是什么 就是公权力 把他们这些创始人 给扫地出门 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你要是说 那柳传志 他前面这种公权力 把尼光南这样的扫地出门 合法的话 按照这个事 咱们搞一下 极左 那所有的企业家 都要扫地出门 所以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那个左派也不支持 右派也不支持 什么人支持他呢 我们还可以跟大家讲 支持他的人啊 既不是左派 也不是右派 那就是什么呢 敌人 也就是说中国的话 这个左派 右派 虽然好多大家不明白 什么叫左派 什么右派 在西方的那左派 和右派的划分 和中国现在不一样 就是说的西方的左派 右派 是吧 那个右派是国家民族主义 那个左派呢 是差不多的 更偏向于那种社会的绝对公平 是这样的 然后呢 你实际上呢 你把那个左派和右派都是爱国的 你把那个不爱国的那些 可以弄成世界的那些 那不是要做左右的问题 是敌我的问题 其实你像联想这件事 为什么引起了大家的那个反对 实际上这个事呢 我一直在说 我跟司马南不是一伙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为什么能共同的去反对这个联想 是因为我们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联想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多的网友的 那个对他的不满 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因为联想 他没站在中国立场上 包括你像5G的投票啊 包括呢 人家要在美国建总部啊 包括他说他是什么国际公司啊 这个那个 所以他就说 他的立场是有问题了 这不是个左右的问题 是个敌我的问题 你这个公司的话呢 你在中国得了这么样子的 多的扶持 对吧 你又得了这么多的政策的便利 最后呢 把这个呢 通过这个 从左也是黑 从右也是黑的到自己的腰包里来 然后为了你的各种安全 又找敌人去背书 变成你好像国际公司啊 什么这个 那个呀 有国际什么呀 然后的话呢 提政治要求啊 所以这个与左与右 都是有问题的 整个你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事 你这个逻辑 咱们对起来 为什么要一定要说 我的和司马南的一致呢 是因为他的这个逻辑上呢 他不可能同时反了 我和司马南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这两边的话呢 所以他就是处在一个悖论的状态 所以他就一定要说 张杰和司马南完全是一致的 而司马南的那个 说的那个具体的算法 前面我也说了 他的算法可能呢 过于简单粗糙了 但是呢 他的最后得途的结论呢 是不错的 所以他左和右呢 他都是立不住脚 这才是真正的联想的问题啊 这个联想的问题呢 你要说造谣吗 你好多人也可能想说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公开的 有证据的嘛 对吧 我们前面的那个引用 都是公开的那些报道 各种公开的数据 所以你把公开的数据呢 实际上你只要他罗列起来 怎么去建立一个逻辑关系 这个逻辑关系的建立 才是非常的重要的 你把他的逻辑链条呢 都串起来 串起来了以后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问题啊 就发现他这个事呢 才让他无论怎么解释 都是解释不圆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邪教啊 他不跟你那个辩论 他一辩论的时候 他的逻辑就有问题了 他一定是什么呢 他给你贴标签而打击一方 其实这个对于这司马南来讲呢 我也知道他实际上呢 有很多人呢 其实是很反感他 所以他实际上呢 就利用很多人对这个反感 其实反感很多司马南的这些人呢 是支持我的观点的 就是说呢 要保护私有财产 那这个的话在美国都对啊 你保护私有财产 保护那个创业者 你创业者不能被公权力吧 他的创业的果实给抢走 对吧 我们同时呢 我们反对贪污腐败 你不能你这个公权力呢 抢了创业者的果实 然后这果实变成你自己的 就揣到自己兜里去了 这个是问题啊 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呢 我们上在这说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跟司马南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然后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反对司马南的 实际上呢 对于我们这个角度呢 基本都是支持的 只要他不是敌人 他要是说你反对中国 反对中国的这个爱国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现在好多人就把爱国都叫爱国苍蝇 什么的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他把你爱国都妖魔化 对吧 然后呢 变成爱国不能挣钱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联想的这个问题啊 那个以后有机会了 反正发现新问题 咱们呢 再继续分享 谢谢大家 再见